亭根市北区 豪尔斯街13号 位于二楼的占卜俱乐部 克莱恩又一次看见了 那位负责接待的漂亮女士 她依旧盘着棕黄色长发 显得成熟而典雅 仅从外表上 很难判断她的具体年龄 你好 格拉西斯先生今天不在 您是否要换一位占卜者 这位漂亮的女士韩笑说道 听到这句话 刚将脱下的丝绸礼帽 重新带好的克莱恩 顿时诧异了 你还记得我 这都是五天之前的事情了 宗发女士抿嘴笑道 您是第一位 找格拉西斯先生占卜的客人 也是到今天为止 唯一的一位 我很难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贪小便宜吃大亏的印象吧 克莱恩自我吐槽了一句 沉吟着问道 格拉西斯先生 上次来俱乐部 是什么时候 宗发女士瞄了他一眼 仿佛在思考般回答 老实说 我们无法掌握会员前来的规律 他们有着自由的意志 和各种各样的事物 嗯 我记得那天之后 给您占卜之后 格拉西斯先生 应该就没有再来过俱乐部了 祝他好运 愿女神庇佑他 克莱恩祈祷了一句 没再多问 转而笑道 我这次不是来占卜的 我想加入俱乐部 真的吗 这是我们的荣幸 宗发女士 实时表现出了惊喜的神色 初次成为会员 请缴纳五磅年费 之后是每年一磅 详细的情况 不需要我再重新介绍了吧 克莱恩从内侧口袋里 掏出心灵取的一张五磅纸币 看着亨利奥古斯都仪式的头像 远离了自己 认真检查过防围水印 宗发女士郑重收起钞票 拿出一张表格 递给了克莱恩 您填写一下详细信息 我给您开收款评据 有发票吗 抬头是黑晶吉安保公司 克莱恩被自己的想法逗乐 拿起桌上的沾水钢笔 就着蓝黑色墨水 将姓名 年龄 所在街道和公司名称等 信息填写完毕 不过 他故意空缺了出生年月日 对一位占卜家来说 这是关系着自身奥秘的灵数 开好收款凭据 登记完会员情况 宗发女士伸出右手道 欢迎加入停根式占卜俱乐部 我是安杰丽卡 巴雷哈特 你们勤劳的服务者 这是您的会员秀定 上面有我们独特的名文 能证明您的会员身份 你好 安杰丽卡女士 克莱恩亲握对方的手掌一下 接过了那枚暗金色的秀定 他发现 上面的独特名文 使用了赫密斯语里 一个单词的词根 那个单词是占卜者 安杰丽卡收回左手 想了几秒道 不知道您擅长什么占卜术 或者说 想要在俱乐部 学习什么占卜方法 文会考虑请对应的知名占卜者来授课 也会给您介绍有类似擅长的会员 让你们愉快交流 每一种占卜术 我都懂一点 不需要特别考虑我 克莱恩稍作修士地回答 并且询问道 我现在就可以替人占卜吗 我并不是一个刚开始学习的菜鸟 他是来扮演占卜家 而不是学习普通人都能接触到的占卜方法 安杰丽卡保持着礼貌性的微笑道 您随时都可以在俱乐部自由地帮人占卜 只是在确认您的水准前 我们不会在顾客询问时帮您说好话 您希望的占卜收费是多少 两便是吧 克莱恩打算在没什么名气时 以价格取胜 文会按照总价八分之一的标准 抽取四分之一便是的费用 安杰丽卡先将各种规定说了一遍 然后才把克莱恩的信息写入 那本宫顾客挑选的占卜者图测 做完这一切 他微笑指着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道 海纳斯 凡森特先生正在讲解星盘占卜 您可以安静地找个位置旁听 也能举手询问疑难 好的 克莱恩坡感兴趣地走向了会议室 想听听海纳斯 凡森特和老尼尔讲的有什么不同 这时 安杰丽卡追了上来 压低嗓音道 莫雷蒂先生 您需要咖啡还是茶 我们免费提供西伯红茶 南威尔咖啡和迪西咖啡 最近常常看报的克兰知道 这些咖啡和红茶 都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准 但也明白 他们肯定好于家里的劣质品类 于是想了想到 一杯南威尔咖啡 三勺糖 不放牛奶 罗恩王国南威尔郡 最著名的是啤酒和红酒 不少大人物都相当喜欢 而咖啡相对就没什么名气了 好的 等一下给您送进来 安杰丽卡伸手指向会议室 克兰缓不来到半眼的门口 听见那带有浓厚阿霍瓦骏口音的讲解说道 星盘占卜 在所有占卜术里也属于相当复杂的一种 这仅是相对普通人而言 克兰默默帮对方补了一句 看见会议室的五六张长桌围成了半圆形 簇拥着未穿黑色古典长袍的中年男子 海纳斯·凡森特 这位先生有着明显的黑眼圈 褐色头发浓密而刚硬 他们一根根倔强地树立着 就像在半眼刺猬 除此之外 讲解星盘占卜的他没什么明显特点 看见克莱恩进来 海纳斯·凡森特微微点头 没有中断课程 只是稍微放缓了语速 克莱恩一手插兜 一手提杖 随着找了个边缘位置坐下 舒服地往后一靠 就这下午依旧灿烂的阳光环顾了一圈 看见这里有六位会员 四男两女 他们有的专注做着笔记 有的低声交流着什么 有的则向克莱恩回忆苦笑 放好手杖 克莱恩按了按半高的丝绸礼帽 曲起手指 再眉心轻敲了两下 他的目光投降海纳斯 看见了对方的气场 看见了那不同的颜色 亮度和厚薄 暗红色 情绪上有点焦虑 其他部位都很健康 就是那里有点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克莱恩边悠闲听课 边默默自语 这时 他右手成拳 抵住了嘴巴 免得笑声外泄出去 因为他突然感觉自己 像个无症老中医 对于灵视这个能力 他现在相当满意 虽然只能以此判断 大概的情况 无法分辨具体细节 但也足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 右环是一圈 他再次轻敲了眉心两下 仿佛在思考海纳斯刚才的话语 星盘占卜 属于占星术的一种 但普通人也能尝试着进行解读 比如最基本的出生星盘 就是根据询问者出生时 太阳 月亮 蓝星和赤星等的位置 分别在天空的位置 将它们的象征符号 标注于星盘上正确的地方 并附加各种星座的相应状况 最后以此来解读对方的命运 这就要求占卜者必须懂得 导推计算行星和星座的状态 相当的复杂 当然 也有人出版工具书 工人查询 也有人直接简化 只用星座等做最模糊的解读 克兰安静听着 没有插眼 没有提问 是不是妈撒袖口里的黄水晶吊坠 是不是抿上一口 安杰丽卡送进来的南威尔咖啡 过了许久 海纳斯揉了揉眉心道 你们也许需要尝试着 绘制自己的星盘 有什么疑问可以来找我 我在白水晶房 目送他离去 一位白衬衣 黑马甲的年轻男子 笑着起身 走到了克莱恩旁边 你好 我是爱德华斯蒂夫 你好 克莱恩莫雷迪 克莱恩起身还礼 星盘实在太复杂了 每次听到 我就忍不住 想要开始一场梦境 爱德华斯蒂夫自嘲道 克莱恩笑了笑道 这是因为凡森特先生 总是忍不住 将他掌握的知识 全部交给我们 就像一下子给我们 一桌英蒂斯大餐 这太不利于消化了 如果是我 我能吃完一桌 英蒂斯大餐 他们总是用很大的盘子 装一点点食物 爱德华呵呵一笑 顺势坐了下来 好奇问道 你是新会员吧 我这两年都没见过你 今天刚加入俱乐部 克莱恩坦然回答 你擅长什么 我最擅长塔罗和扑克占卜 爱德华随口问了一句 我都懂一点 也只懂一点 克莱恩将以前对自身的形容 用在了这里 他不是谦虚 是因为在占卜领域 确实还有太多未曾掌握的神秘知识 就在其他会员想过来交流星盘占卜时 安杰丽卡走入了会议室 斯蒂夫先生 有人找你占卜 好的 爱德华斯蒂夫微笑起身 看起来你是位优秀的占卜者 克莱恩望着对方道 不 这只是因为我的价格最合适 爱德华低笑道 普通人前来占卜 绝对不会直接挑选最昂贵的那些 而除非他脑袋被驴踢过 否则肯定也不会放心最便宜的几位 价格处在中央的最容易获得机会 我就是你说的脑袋被驴踢过的 看着对方离去 克莱恩忽然摇头苦笑 自己的价格定位似乎出现了问题 他站起身 拿上手杖 走出会议室 再次找到安杰丽卡 我希望更改占卜价格 嗯 八便是 安杰丽卡 深深看了他一眼道 我们会满足您的要求 但也会告诉顾客 您刚加入我们俱乐部 没问题 克莱恩并不介意地点头 有的时候 神秘也是占卜家 吸引顾客的重要元素 改好资料 克莱恩反身走向了会议室 这时 他看见海纳斯·凡森特 从白水晶房出来 手里拿着一面镀银的镜子 这位知名占卜者 对会议室内的三男两女五位会员道 我最近刚掌握了一门新的占卜术 魔镜占卜 你们希望学习吗 魔镜占卜 这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占卜方法啊 身穿黑色正装的克莱恩 停在会议室外面 皱起了眉头 我看见海纳斯·凡森特 我看见海纳斯·凡森特 我看见海纳斯·凡森特